第十九集 但是也看到这张脸魂飞魄散 怪叫了一声向上飞快的逃去 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回头再看下面 猛然发现那张怪异的巨脸已经贴了上来 几乎就到了我的脚下了 刚才远远看还好 现在一下子离得如此近 只见整张脸在我脚边凝笑 出其不意之间如何不慌 我条件反射般的 甩手就是一枪 就听砰的一声巨响 拍子了吐出一条火蛇 正中巨脸的面门 我打到巨脸面门上的这一枪 距离太近 铁砂弹直接将整张巨脸轰得粉碎 牵扯力将巨脸的身体扯落青铜树 跌落到黑暗里 我没想到手枪如此奏效 当下松了口气 正想上去拉住梁师爷 突然从巨脸跌落的地方又探出了两张 惨白的大脸 我打惊失色 甩手又想开枪 可是连扣两次扳机都没有反应 随即想到这拍子了只能装两发子弹 打完之后必须手动退弹装弹 才能继续使用 可是现在的情形根本无法容我这么从容的装填子弹 我刚掰开弹堂 一只爪子就已经搭到了我的肩膀上了 我一回头正看见一张巨脸贴在我的鼻子上凑了过来 原来有一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绕到我的背后了 梁师爷已经将火把带圆 光线逐渐昏暗 我看不清楚 这人的五官 也没办法判断 这到底是什么 只好狗急跳墙 一脑袋撞了上去 这一下我是用了十足的力气 没想到这脸就像石头一样硬 撞得我脑子嗡的一声 几乎要从树上摔落下去 这时候突然听到老痒不知道在哪里叫了一声 打开 同时砰的一声枪响 一道火光呼啸而过 打在我脑袋边上的青铜树上 溅起满天的火星子 我给这一枪震得几乎晕过去 急忙退到一边 一摸脸蛋 马上骇然不止 脸上竟然给子弹的气流划出了一道血痕 老痒继续在下面开枪 一时间子弹乱飞也到处都是火星子 可惜没有一枪打中目标 几乎全部都打到了铜树上 有几颗子弹还反弹了好几下 像弹珠一样在我眼前飞来飞去 我再也无暇顾及那些怪物了 左躲右闪一边心里暗骂 老痒这家伙枪法太差了 再这样下去 他娘的今天搞不好会死在他手上 不过这几枪却给我赢得了时间 那些怪人给子弹打的有些机会 纷纷的退后 我乘机从胎子疗枪管下的铁盒子中 取出了两发子弹 塞进了枪管子里 甩了一下上膛 对准最近的那张怪脸就是一枪 将它打着飞了出去 掉下了铜树 我眼前的威胁解除了 马上低头去看老痒 却发现更多的怪物 从黑暗中探出了头来 能看到的就已经有十几张剧脸了 这些东西似乎看上我一样 几乎同时移动 犹如鬼们一样向我包抄过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啊 实在想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从它们躯体的形状来看 应该是人 可是人怎么可能用这种 类似于猴子的姿势在攀爬呢 而且这些怪物脑袋这么大 已经超出正常人的范围了 可是如果不是人 那又会是什么呢 转眼间两只怪物就跳到了我的边上 一只抓住了我的脚就向下拉 另一只直接趴到了我的脖子上 我知道不可能再有换子弹的机会了 当下变枪为锤子 朝那贴上来的怪脸就是狠狠的一下 我本想啊 将这只怪物打下出去 但它只是后仰了一下 马上又贴了过来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那张锯脸 咔嚓一声 竟然出现了一条裂痕 我愣了一下 心说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脸还能开裂呀 皮肤干成这样了 可没等我仔细看 下面拉着我脚踝的怪物突然发力 把我拉了一个亮枪 这东西力气很大呀 我根本没办法和它硬扛 只好顺着它的力气挑了下去 紧接着 一手抓住附近的青铜枝牙 另一只手贴着那怪物的喉咙 就是一枪 砰的一声将它的脑袋轰了下来 这枪开的实在太勉强 巨大的后座力几乎把我从枝牙上甩了下来 我咬紧牙关才确保人枪不湿 这一边无头的尸体给枪的冲力先离了青铜树 可是它的手还死死地抓住我的脚 整具尸体挂在我的脚下 将我直往下拉去 我单手无法吃住两个人的重量 咬着牙低头想找一根能够搭脚的枝牙站稳了 再想办法将那尸体甩下去 这时候才给我打猎了脸的那只怪物突然倒挂了下来 一爪子卡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向上就提去 我的脖子像给裹了紧箍咒一样 连一丝空气都无法进入了 脸马上就憋得通红 情急之下我抡起拍子流朝它的脑袋上乱砸呀 我是用了死力气了 那几下要是砸在人脸上 肯定就全烂了 那怪物也给我砸的懵了 头不停的乱晃想要躲开 我一记中击 正巧打在那怪物脸上的裂缝上 它怪叫了一声 突然松开了爪子 跳到了我头顶上方的枝牙上 发狂的抓起自己的脸来 我失去支撑 重量全部回到了我的手上 一下子没抓住脱手直坠下去一米多 忙抱住一根突出的青铜枝下停住了身体 抬头一看 只见那怪物的脸竟然完全的碎裂了开来 变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碎片 开始像奶皮子一样的脱落 对下面的大叫 老杨 我知道这些狗日子是什么东西了 这些他娘的都是些猴子 大个的猴子 老杨在下面的黑暗里 看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只听到他问 猴你爷爷 那哪有猴子这长人脸的 那不成精了吗 那不是人脸 那是面具 这些猴子戴着石头人脸的面具 老杨已经从下面的黑暗中爬了上来 身上的衣服几乎都给撕成一条一条的 吵我大叫 甭管是什么了 猴子又怎么样 你打得过吗 我朝他身下一看 只见下面黑影壮壮 不知道有多少这种戴着面具的猴子 正在追上来 我又爬上去几米 打开弹匣一看 红色的子弹已经用光了 只剩下几发蓝色的 大概不是铁砂弹 而是那种大钢珠子 这东西远距离的威力不错 但是不如火炮一样的铁砂 我一看猴子跟上来了 忙双手握住枪柄 向下连开了两枪 钢珠子子弹发散了出去 威力减少了很多 但是大范围杀伤的效果 还是发挥了出来 最近的几只猴子 给打的血肉摸和 远处的也有不少重弹 要是能够五连发 我甚至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干掉 猴子们似乎给拍子聊的威力 给震慑出了 全部放慢了逼近的步伐 转身跟着老杨 去追梁师爷 那只给我打碎了面具的猴子 看到我们竟然开始害怕 朝我们一刺牙 飞也似的向一边退去 老杨奇怪的看了看我 我 我 我靠 这真是猴子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也觉得非常奇怪 这些猴子的面具 是谁给他们戴上去的 又为什么要戴呢 面具上面既没有眼洞 也没有嘴洞 那这些猴子平时怎么生存呢 梁师爷已经落去我们十几米了 现在正趴在那里喘气了 我们很快就赶上了他 发现他已经精神恍惚了 幸好那个地方枝亚密集起来 他整个人架在上面 不至于掉下来 火把落在他身下半截的地方 卡在了三根枝亚之间 老杨过去拿起火把 另一只手抬起来 将那只没面具的猴子打落 手枪子弹 算是完全告庆 他随手就想将手枪砸下去 可是手举到一半 又有些不舍得 将他插回到皮带里 然后举起火把 对着下面挥动 想用火焰 把这些猴子逼退 那些猴子果然有些畏惧 火把扫过的地方 他们全部都往后缩去 可是火把一挪开 他们又迅速的压了过来 一点也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老杨在那里挥了半天 非但没有将他们赶开 反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我扯了扯梁氏爷 像一滩烂泥一样 动也动不了了 老杨大叫 别管他了 顶不住了 撤吧 我急火攻心 真想一脚把梁氏爷 给踹下去算了 可是这家伙也不是什么 穷凶极恶的人 这时候啊 我还真下不去手 我将他抬起来 用力向上拉了一下 但是他的屁股 反而从两根枝亚之间 掉了下去 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老杨用火把将一只猴子 给下开 对我大骂 该死了 你到底干什么 这家伙不是我们一伙的 要是一切顺利 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给宰了 你他娘子别在这里 搞忧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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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了 我装上子弹 又是两枪 两声巨响先飞了五只猴子 将猴群逼退了将近有六米 然后甩枪换上了最后两颗子弹 刚想打完算了 突然梁师爷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有气无力的说 这些东西怕火 信号大 我一听猛然醒悟 老杨反应很快 回手已经掏出了信号枪 瞄了瞄问我 怎么打呀 直接打下去没用的 我夺过信号枪 对着对面的岩壁就是一枪 信号弹闪电般的打在了几十米外的岩石上 又反弹回来 打在了青铜树上 如此闪电般的弹了两三次 突然在猴群中炸亮 极高的温度一下子将那些猴子烧得乱窜起来 我不等第一发熄灭 又连射了两发 一下子整个空间亮起了刺眼的白光 老杨给照的眼睛发花 几乎要掉下去 我将他的头掰到一边 别看 距离太近了 比电焊还厉害一百倍呢 会烧坏视网膜的 三个人同时就闭上了眼睛 但是仍旧能够感觉到那种光线几乎刺入眼皮 猴子们给强光照得发了疯了 只听下面一阵混乱 同时传来一股皮肉烧焦的臭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强烈的光线才暗起来 我眯开眼睛看了看下 猴子已经不见了 我的眼睛给烧得灼痛 看东西非常的模糊 老杨更是眼泪直流 拼命地用手去揉 梁师爷这次彻底晕了过去 要不是我拎着他的领子 他早就掉下去了 我看到猴子不见了 松了口气 也不知道他们是害怕高温呢 还是怕这种强光 如果他们当时 对着这些强光直视啊 那十有八九已经全部报忙了 每一个十天半喇月恢复不了 我想着松了口气 把梁师爷拍醒 一把架住他的胳膊 将他的身体抬直 想拖着他往上 不过这家伙实在是太刺了 我只能将他扶正 要让他离开原来的位置 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坐稳之后 我又缩到一边去看老杨 他眯着眼睛 一边骂娘 一边吐口水 不过总算是能看见了 他问我 你 你的娘的 做 做 做事情之前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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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会支会儿一声啊 要是 要是把我给搞瞎了 我 他们和 你拼来 他娘的你还有脸说这些 我救了你的命 你知不知道 再说 你这不没瞎吗 别 别 别说 这 这一招还真 真 真管用 猴子跑了 还 还是给 给 给烧死了 我对他说 恐怕呀 烧死是不太可能的 大概是暂时退下去了 说不定啊 还会再上呢 不过我们既然发现了 对付他们的办法 也就不用再怕了 信号弹还有几发 足够应付几次的 这猴子戴的面具 做工精细 雕的简直和真人一样 难道与我们 在山崖上看到的 那一尊写实的雕像有关系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攻击我们呢 我以前呢 倒是看过一本小说 说是由古代文明训练大猩猩 来守卫矿井 这些大猩猩呢 在古代文明毁灭了之后 仍旧将自己守卫矿井时 所受的杀戮训练 通过教育传达给了下一代 这样一直到了几千年后 大猩猩的后代们 仍旧守卫着矿井的遗迹 将来探险的探险队屠杀殆尽 可是这些猴子显然没大猩猩这么聪明 应该做不到这么高难度的事情 我本想问问梁师爷 可是看到梁师爷的面色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答 这人呢 完全处在崩溃的边缘 要是再不休息啊 恐怕就此要报废了 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有十几分钟 再没有看到猴子从下面探出头来 总算松了口气 老仰拿出一些食物 又让我们吃 我们都拒绝了 现在不是肚子饿的问题 而是缺乏休息的问题 你就算给我直接吃葡萄糖 我也走不动 我靠在几根枝下上 头枕的背包 不知不觉就开始打起瞌睡来 老仰和梁师爷迷迷糊糊的 也没有阻止我 就在我即将睡着的时候 突然一连串的撞击声 从上面传了过来 同时整棵青铜树 剧烈的震动了起来 似乎有一只巨大的怪物 正在爬起来 我心说坏了 刚搞定猴子 又惊动了什么大家伙呀 难不成金刚从上面下来了 正不知道往哪里躲好呢 突然一道黑色的影子 闪电般的落下 狠狠的撞进了三颗枝鸦之间 一股腥臭的液体 溅了我一脸 这一下撞得非常厉害 整棵青铜树都为之震动 几乎把我震得掉了下去 我们三个全部都给吓个了半死 好久才反应过来 老仰最先冷静下来 举高火把招呼我们过去看看 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我们走近一看 发现那竟然是一个人 给卡在了青铜枝鸦之间 身体非常不自然的扭曲着 眼睛瞪得老大 满脸是血 肋骨破体而出 一看就知道 是高空摔下来摔死的 老仰将火把探过去 照了照他的脸 忽然救了 我靠 是那龟儿子太叔 这老家伙 原来在我们前面 难怪一直没看到他们 梁师爷颤抖着靠过去 看了看上面 又按了按太叔的胸口 一股血从尸体的嘴巴 和鼻子里涌了出来 他叹了口气 高空坠死 内脏都碎了 怎么会摔下来的呢 这么不小心呢 我看了看他的脚 骨头已经戳了出来 浑身几乎都很不自然的扭曲的 应该是摔下来的时候 不停地撞到那些青铜枝鸦造成的 梁师爷又按了按他的四肢 吸了口凉气 两位 这上面看样子不是一般的高啊 你看太叔 全部的长骨头都断了 没百十来米 摔不成这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播讲 盗墓笔记之 秦岭神术 本剧由一路听天下